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谢谢师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有病房 快好了 宋神医 小女 是不是快好了 她 她有救了 她醒了 我怎么知道 总是要尝试的吧 之前又没有这样的病患 对不对 不是 宋神医 刚刚你给她吃的是什么呀 化工丸咯 李浅急信 化妥在世啊 宋神医 化妥在世 不敢当 尝试 尝试而已 现在看来结果还不错 不过以后她变成什么样子 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 宋神医啊 您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敢给她吃下去呢 年轻人 尝试 懂不懂什么叫尝试 我告诉你们 如果不是我换第二个人 你娃娃现在的情况 不会比现在更好 不信宋神医啊 那这个有没有副作用啊 对啊 万一生什么事 怎么办呢 对啊 还副作用啊 万一我只管治病救援 沈试 星辰 沈试 沈试 我 我还没看到我 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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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在听 这个机会 我抓住了 说话算话 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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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在找爹呀 沈试啊 沈试 沈太好了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你知不知道 爹都担心死了 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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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妹啊 醒了就好啊 我们就都好担心你啊 醒了就好 沈试 醒不醒你睡了多久啊 叔 沈哥哥 这几天都担心死你了 贵女啊 小西妹 你真的睡了好久啊 你饿不饿呀 吓喜我们啊 你赶快跟爹说说话 好好把他笑话 自乎啊 就是 小西妹啊 小西妹啊